哈嘍 大家好 我是喧嘍 歡迎來到遊戲王的世界 今天繼續來我的遊戲娛樂牌組 戰天梯 那目前 我的天梯貼級 白金二 大概已經卡了四五十場遊 怎麼樣都打不上去 好 來試試看 最近抽到 連贏三場 這場贏的話應該就可以進白金三 那來看看這場 脫離白金二的地獄 脫離白金二的地獄 追上我們的伊西斯 來吧 有 獲勝排名就提升了 加油 來 Duel 這手牌真爛 好 這個手牌感覺就是很落賽的牌 伊西斯 一般都守木一族吧 天使的微笑是殺小 極心天 從沒跟這種牌打過 好 來試試看 看這殺毀 喔 天使毒會那個吧 加攻擊 蓋牌 陷阱卡不會成為效果 會不會效果破壞 哇塞這麻煩 哎喲 這殺毀啦 哇 他桶好慢喔 哇 守護者之力 啊 哇 真的要倒霉我 啊 做不給面子 完了 直擊 啊 真的 白晶2真的是個魔咒 這麼好的一個牌 起手牌 竟然爛成這樣不得心 哎 他應該也在猶豫我的蓋的牌是什麼東西吧 為什麼第二 一張怪都不出 他應該在怕他如果是波紋 啊 整個牌彈光光 他應該就GG了 啊 整個牌彈光光 那如果不是波紋 那他覺得我會是什麼 哎喲很猶豫喔 線坑是不會有嗎 波紋 他們再來就是 無敵線 欸 原來是LAG嗎 哎喲 躺分也是一種贏啊 是不是 雖然我們不能祈求人家斷線 但是偶爾斷線 往上升的話 也 哎呀 啊 啊 啊 這個白金山贏的水分有點大 不過算了 那是被方斷線 打算法 好 好 躺分到白金山 也是個不錯的戰機 哎喲 帥哥喔 滿足陣 好 那來 就來介紹一下吧 我白金2的一些不錯的戰機 有趣的戰 戰 戰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第一場 第一場 跟我們的捷克 兩個宿命的對決 動畫的最後一集也是他們兩個在對決 好 有先攻 哦 這脫步好特別 這什麼脫步啊 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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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是放 那個 黑腸圍龍 老脫龍 好那時候 還沒放 那時候 有放一張 分段跟線坑 都來試試看 召喚 不吃火 這場是我打過最特別的 他下一張怪之後 然後身上裝了 裝了三個守護者之力 底線 開 有沒有 一張怪 然後配三個守護 三個守護者之力 守護者之力 加500 第二個守護者之力 再加500 第三個再加500 1 1 簡單說 要破壞他三次他才會死 好我空場了 然後 這時候你就知道反擊之門的重要性 遊行牌太容易被斷招跟空場 所以 反擊之門 抽到關鍵性的一張 我們的敵人控制器 好他結束了 來到我 你可曾看過一隻怪 身上裝了四個守護者之力 來 敵人控制器 把你的怪幹怪用 好 我再幫你裝一個 一個人身上有四個守護者之力 這是我玩過最有趣的一場 來 守護者之力 1 1顆 2顆 3顆 4顆 4顆 4顆守護者之力 2 3 4 5千8 集集 太有趣了 4顆 你被四個守護者自己打爆 你應該是 你真的是要哭哭了 好 那 再來看我們的第二場 第二場就沒像剛剛那場 娛樂性質那麼高 雖然說那場如果沒有 敵人控制器的話會很難打 好 看到我 我們的遊戲boy 火箭攻 好 好有趣的桌布 這是我最新 牌裡面加他的重型戰士 好 蓋一張蓋兩張 再來大風 然後他是 巧克力女孩 好 巧克力女孩 他丟蘋果女孩 好 熱桌前鋒 好 敵人控制器 把他怪幹怪用 重型戰士起來 剩他空場的時候 KK判 在他後台沒有發動 所以我一樣照K 再K一次 好 2千2 破破打2千2還不錯 抽一張 巧克力女孩 然後他再加一隻 巧克力女孩 然後再抽一張 他就一直堆幕一直抽牌 一直堆幕一直抽牌 好 輪到我 巧克力女孩 守備 夺出四位 守備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他 一在堆幕 然後一在抽牌 他就是想要 召喚那個 五重魔導師 好 好 我也空場 好 開始結束 よし よし 好 召喚 這次召喚者 上身硬性 我是四位 4加2 有個 精神戰士 精神戰士 好 結束 不能打 因為一打他會 特招 然後攻擊又減半 他的王牌來囉 移除掉五張 這是他最強的王牌 五重魔導師 超級作弊的一張牌 然後趁現在 算說會全部破壞掉 不過先把他蓋起來 好 蓋起來 好 全滅 好 被直擊 這一場最重要的就是 遊戲比較適合在調整 千萬要再調整 當你需要 協調怪的時候 好 抓熱車同步 然後丟到樹戰士 熱車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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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抓到我們的重攻戰士 然後再從裡面 拉羅斯四位 3加2加2 從星星 同步召喚 所以為什麼要把他弄成手背狀態 因為弄成手背狀態的時候 好 好 我們先將他攻擊 因為我是怕他有 增加攻擊力的牌 好 螢幕禁閉 好 連鎖 抓到將他大衝 好 雖然說攻擊不夠 但直接可以破 他可以直接破壞掉 手背怪獸 好 一抽 他裝備守護者之力 好 好 他不敢打我 他就輪到我 魚炫 拆後台 看他後台是什麼 分斷 然後輪同步 將他攻擊力 好 結束 然後他 然後他 融合 增加一個 那個 SETT 增加一個Token 有鎖 有鎖 有螺絲世衛 讓我來加速同步 5加2 我的新怪 剛剛抽到的 5加2 垃圾弓箭手 垃圾弓箭手 一回殺最好用的牌 因為他可以除外掉對方的怪獸 他可以選擇一張怪獸除外 然後回合結束後再把他送回來 好 攻擊 然後他發動手坑 第幾球 變手背 再攻擊 好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場 打贏五重魔導師 真的是不錯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場 對上我們的社長 海馬社長 一樣 有先攻 哎呀 海馬的聲音真的很有磁性 好 有了 呃哈 SET 在 掀坑 在 控制器 來囉 二桌牌 光照 光照系列的 來拉 還有 來拉 這可以破壞我只要一張魔法卡 所以乾脆就把它使用掉 好 變成防守狀態 好 來拉丟三張 特招 第二隻怪起來的時候 現噴 兩防一擊破壞 好 結束 光照就是有這個壞處 只要協調怪沒協調成功 就是空場 好 這次轉換者 變四星 最佩服 四加四 一邊 ます ап 四只 最佩服 1945 對 不 啊 他 應該也要 ハ 打!兩千五 好!好力 打!脫衣 路米納斯起來 然後先放自己 先不會被消破或戰破 好!他也徹招 徹招一張路米納斯 然後再丟一張,再復活 3加4 他召喚他的光照大天使 那這光照大天使 可以持進一張怪 去除外 好!十級! 路米納斯 喔唷!丟光光了 然後再徹招 好!結束! 好! 這就是 用調整 只要手牌空了 沒有調整怪 就拿調整 好!二色同步 然後還有一張高速戰士在目的裡面 召喚一張 然後拉高速戰士 然後再把螺絲射圍拉起來 來 3加2加2 不用想都知道要招什麼 防戰士 好!就是防戰士起來 然後 效果 降攻擊力 然後直接攻擊 好! 結束! 所以 空場的時候要用調整 去 去招我們的協調怪 好!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場 那再來是我們的第四場 等 城之內克爺 一樣 只有我先攻 所以遊戲的牌至少要放3到4張陷阱卡 要不然先攻真的沒有後台很恐怖 沒有後台很恐怖 好!蓋牌 沒有陷阱卡 我只能拿魔法卡當陷阱卡 先撇一張對方 兩張 對方都蓋牌 好! 回到我 召喚 破壞者 一千八千 試試看 真紅眼 所以他是真紅眼的牌子 好! 幼龍 特招 伊亞伏列德 他招黑鋼龍 唱首 所以我的力量就被拿掉了 好! 走囉! 他召喚 他召喚巨龍守護者 兩敗一死 然後召喚真紅眼的凱旋 護盾戰士 好! 真紅眼的靈魂 再把真紅眼再復活起來 好!直接攻擊 好!所以你看 又有空場了 所以 空場的時候就要調整 拉我們的同步 垃圾同步 真紅眼的牌組的壞處就是 後台 陷阱卡的能力很少 都是在復活自己的真紅眼 所以不用太擔心他的後台 好!走出段式 然後特招 我們的垃圾四重 3加7 一樣!垃圾狂戰士 我用最習慣的還是用垃圾狂戰士最習慣 好!像敵人攻擊力 把他們送到廢品堆 好! 短圈四 好!等到他 走囉! Adovan Showtime 哎呦 但想到他場上沒有真紅眼 真紅眼凱旋 他再拉一隻他的真紅眼起來 城市內的王牌 哇!帥哥! 藍骨頭的馬的最強王牌 裝備黑鋼龍 然後他直接攻擊我 攻擊! 好! 護盾戰士 這手就是護盾戰士的好用之處 送進目的的時候可以防戰破一次 好! 要不然我這場就要攻場 然後就輸掉 所以護盾戰士是必要放的 好!反擊之門 銀河旋風 拆他的... 真紅眼的凱旋 要不然他真紅眼會一直... 一直重複起來太煩人 他召喚幼龍 好!再降攻 然後再打 1400 然後他只剩200 黑鋼龍 拿真紅眼的融合 好!回到他 黑鋼龍 回到艾斯 好! 3000 超越極限的完美測試 螺絲刺蟻 結束 這邊最恐怖的是如果他... 幼龍起來的時候 打我這一隻 然後再加... 真紅眼我就死了 但是他不太可能敢打 因為他只剩200滴血 200滴血如果他攻擊我 手背力太高的話 他就會自殺 所以他不太敢打 好! 成功眼的飛龍 然後拉他的... 水騎士進來 巨亞火獵德 好! 有協調怪就可以了 特招 特招完 然後把我們的拿回來 後來... 螺絲刺蟻 起來 5加2 那時候還有... 用尼特羅戰士 尼特羅戰士 好! 攻擊! 然後就結束了 好!這就是我們的第四場 那再來看一下... 比五場的對決 比五場的對決 跟我們的... 游星 紅族內戰 火火攻 游星對游星他是什麼牌組 他召喚... 很特別的軍刀 軍刀那時候沒打過 所以還不知道他技能是什麼 好!沒關係 一樣! 速攻同步 然後... 羅斯四位 起來 然後再... 普招 好!我們破壞者 防弾4 裝備守護者之力 好!攻擊! 3200 好!攻擊1900 剛剛是被... 金刀的... 攻擊 他表冊的時候可以攻擊... 發動 讓攻擊就不效一次 好! 整局複製 黑暗... 女人武神 超惡蟲之力 破壞 然後守護者之力 可以且破壞一次 好! 他召喚... 黑獸龍 沒看過這隻龍 然後... 他可以送一張... 怪獸牌... 進去的時候破壞魔線 好! 攻擊! 啊! 找了1200 好!補術 輪到我 女人湯 YOS 召喚... 各特四重 特招 好! 然後... 補招... 我們的樂特掌喚者 然後... 上升一顆星 4加4 閃光龍星辰 好! 閃光龍星辰 他可以幫自己... 無效戰破跟... 效破 打! 這邊有個失誤啦 如果直接用狂戰士的效果的話 我就... 應該直接贏了 但是那時候只想著攻擊 想說... 啊! 就忘記放了 好! 他可以把他的... 他可以把他的... 迷武神特招回來 好! 好! 我來安裝 操作統治力 一樣! 防戰破 防戰破 他準備一個... 技術器 然後可以破壞 閃光龍星辰 然後金城的... 保護自己的效果 好! 所以他就投降了 好! 這是我們第五場 那... 最後... 好啦! 第六場是... 比較簡易的 就是... 很快的一回殺他的牌 也不算一回殺啦 很快就把人家幹掉了 因為這個... 角色有點怪異 擺技木 然後是藍神的一個路人角 電影版的一個路人角 好! 第六場 這場就比較快了 從來不拒絕 啊! 這個長相 果然跟遊戲是不能比 再一張 等到我 走路 好啦! 他倒沒了 射射前鋒 二手同步者 三加三 三加三 星辰戰士 然後在場上沒有他之外的其他怪獸的時候 可以從牌組裡面 從目的拉... 一隻垃圾怪起來 好! 戰隊兩隻了 攻擊 攻擊 然後一次 攻擊 攻擊 兩隻 好! 增六百 然後他 塞頭一張牌 好! 來了! 我的第二張王牌 快看到一次我 新的力 有新的力 叫出 光了 攻擊 哦 3加2 王牌怪 哦 然後攻擊手臂狀態 金城戰士有貫穿能力 對他有防戰破一次 但是還是受到貫穿效果 有餘的力量 好那這就是我們白金2的 的戰鬥回顧 好那目前 今天剛升到白金3 到時候再看看有沒有機會爬到傳說的街 白金2就爬了很痛苦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是軒勞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 拜拜 bye by bwd6